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 今天,孟婆给大家介绍国产喜剧爱情片《疯狂的蠢贼》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小混混救下千金大小姐 大小姐智商低下,单纯好吼,被混混利用来敲诈她爸 电影开始,娱乐爷是个身负50万巨债的小混混 她居住在贫民窟里,靠讨好包租婆,不交房租,勉强生存 娱乐爷还有个小弟叫胖子,胖子是典型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他们俩描上了香港富豪老王,想勒索老王骗点钱财 娱乐爷和胖子来到老王居住的酒店打劫 此时老王的房间里还隐藏着一个杀手,两个劫匪,一个杀手 撞到一起,结果是胖子勿将垫笔插进老王的心脏 出人命后,乐爷和胖子赶紧逃跑 在逃跑途中,遇到了老王的助理杰森 他们对杰森说里面死人了 杰森却满不在意的走了进去 其实杀手就是杰森雇的 他和老王的羊子串通一气,想杀死老王,谋取财产 他们雇佣的东南亚第一杀手,肥猫暗杀老王 肥猫其实是个冒牌杀手,他就是一个身负巨债的死胖子 他欠真正的杀人肥猫一笔巨款 乐爷回到家后,越想越不对劲 他猜想杀手和杰森是一伙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乐爷绑架了杰森 从他嘴里问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和乐爷猜想的一模一样 杨子想谋财害命 老王密大没死成,躺在重症监护室 杨子要求律师公布老王的遗嘱 律师说,遗嘱得老王女儿王子涵来了后才能公布 杨子想独吞财产,委托肥猫去杀王子涵 另一边,王子涵也打电话请肥猫杀杰森 杀一个人一百万,算上杀老王的一百万 肥猫总共能赚三百万 王子涵到达机场后,就被肥猫接走了 肥猫把他装进蛇皮口袋里,打算扔到荒郊野外,任由他自生自灭 王子涵趁肥猫不注意,从车里逃了出去 他掉进河里,被乐爷救起 乐爷将王子涵带回家,发现他是老王的女儿 用王子涵做人质,肯定可以敲诈老王一大笔钱 王子涵落水后失忆,智商退化 变得像一个小朋友,他很依赖乐爷,把乐爷当做爸爸 相处一段时间后,乐爷爱上了王子涵 他不想将他交出去 胖子看出了乐爷的犹豫 他背着乐爷找到杨子,想把王子涵送回去 结果手机没电,王子涵在他手里的视频发布出去 被杨子的手下打得像个猪头 乐爷带着王子涵到医院找胖子 王子涵触碰到电线,被电击中 赛翁失忆,胭脂飞幅,他恢复了记忆 王子涵通过选美比赛出现在杨子面前 律师终于可以宣布遗嘱了 他们所想的巨额遗产通通没有 公司早就破产,还负债两亿 此时警察赶到带走了乐爷、杨子、肥猫等人 三年后,杨子出狱和王子涵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他们生孩子很厉害 成为远近闻名的宋子观音 胖子也金盆洗手,成立了保安队 杨子和杰森接头买碟片,期待东山再起 这是一部很欢快的片子 喜剧就是让大家乐呵的 并不是需要讲什么深奥的道理 所以只要能把观众逗乐,就是影片的成功 我觉得疯狂的蠢贼做到了最基本的一点 是很好的一部片子 好了,这部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